一年365天 我有200多天都在机场迈回奔波 赶往各地 我是一个热爱美食 自由奔波的大厨 因为对川菜疯狂的喜爱 我结识了几个有相同兴趣的朋友 有着一个研发小厨房 常常会在这儿研发着各种川菜的做法 但是很多经典的川菜渐渐被人遗忘 我一个人平时喜欢坐在安静的地方喝茶 寻找制作川菜的灵感 也会追思对传统川菜的记忆 记得小时候过年 我舅舅给全家人做了一道鸡豆花 这是我记忆当中 我吃过最美味的川菜了 其实四川很多人都没有吃过鸡豆花 因为会做鸡豆花的人越来越少了 鸡豆花让我感受到家的味道 我想为家人做一道菜 做一份鸡豆花 想把川菜继承和传承下去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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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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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